新城下面代表会第21届第三次定期大会正式开议 乡长合理台施政核心是以贴近民意需求为本 在各界乡亲代表会全体及公所团队支持肯定之下 成为新城乡公所继续勇往向前的助力和动力 新城下面代表会第21届第三次定期大会正式开议 乡长合理台并且说明上半年度的施政重点 以及下半年度的施政方针 正对乡内民间的社团、学校、中庄团队长照基点、部落等 提供相关的防疫物资 让长者及乡亲多一层防护 并正对乡内医规定 新疆将检疫者经采取严密的追踪及地实的方法的方式 来进行监测 让乡民处于安全及健康的生活环境 也让我们提供一些物资 让检疫者能够在生活上的无后顾之忧 因此在疫情尚未控制平息之前 李良太子也呼吁我们天江的乡亲 要作为自我皇后的措施 配合政府的相关防疫政策 其能守住第二波疫情的防线 共同为新疆江的繁荣及成长努力以务 起起让新疆江社会安极乐业的续闻城市 一 推动乡政政策 提升生活品质 目前已完成的建设 请各位代表来参业 在已完成的建设请各位代表来参业 在目前执行的建设 大德部落纪委所的规划设计案 嘉兽部落的规划设计案 新疆江逛户路民友街 人警道改善工程 新疆江部落纪委所当土下行刑工程 新疆江公所前三角公园周边的设施改善工程 新疆江康奈街周边道路排水改善工程 新疆江湘列道路改善工程 龙群公演铁马周遭 铁马到周边的市场上的公司 向南河立台表示 现今全球政府遭逢新型冠状病毒的威胁 公所团队防疫秉持着严谨健康态度 面对疫情 联手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换天府超前部署防疫政策 共同为新城繁荣以及成长努力以赴 屈起新城乡成为安居乐意的幸福城市 继续节目到